繼續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剛剛講到 久的鍛鍊要足跡在幼兒的日常生活當中 為什麼足跡在幼兒的日常生活當中 因為很簡單 從幼兒的日常生活當中 做父母的深入幼稚園 第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就是要發現這個幼兒本身的特性 就是要發現它的特性 每一個人的性都不一樣 你看我們在人的社會裡面就可以看得出來 有的人擅長於運動 有的人擅長於手部的作用 有的人擅長於分析 每一個人其實都不同 我們現在的教育呢 幾乎是對一種朋友好處 就是能夠定下心來念書 其他的能力都被謀生 那是不對的 所以應該要創造一種教育環境 就是讓每一個人 他在幼兒表現的時候 就應該觀察幾乎 然後對於他的特長去讓他保留 這才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教育方式 一個人合以本性去做事 自然就比較容易成功 能夠有所成就 對他的未來的整個區域都要好處 所以足跡在日常生活的意思很簡單 就是要他發揮本性 這些本性如果能夠發揮 卻成熟在團體和活動 為什麼 我們剛剛講 九德的功能在哪裏 在人際關係的元首 既然是人際關係的元首 他不跟人性互動怎麼會表成 所以團體活動 我們現在的教育 被團體活動是親自 我們過去是根本就做事 現在開始有一些社交活動學校被舞弊 但是基本上還不是主義 我們仍然重視的是智能 所謂的智是偏迫的 就是知識的過去 那是非常愚蠢的一種教育方式 但是令人不可以理解的是 我們這個教育到今天 卻因為所有的父母親說 這樣子才會公平 就是我們在其中我們的下課 所以九德慢慢的發展出來 也要成熟在團體活動 但是呢 這個東西就像我們一開始講的 日日鍛鍊 完善於入日的事物的環境 這是一種 終身的後悔 其實這個道理有沒有 當然有 你練拳的人就很清楚 你只要馬步一天不蹲 你的腿就越來越軟 我講的是專業的武術師 你拉單槓當兵的時候可以拉二十下 退伍一年只剩下五下 很多人連下都拉得上去 所以日日很期待 那麼這個九德 它呢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它可以貫通生命的歷程 什麼意思 第一件事情 我們叫做什麼是生命的歷程 什麼是生命的歷程 究竟什麼是完整的生命的歷程 等一下我們還可以分享 我告訴你們的原因 我現在可以告訴你們 什麼叫做完整的生命的歷程 我們現在科學知識教授 小孩子 父母幾乎精軟結了多 白胎 你不需要去逼他 你也不用去要求他強迫他 他在媽媽肚子裡面 你只要給他足夠的養分 他就自然 四十週長大成熟生出來 不需要你去逼他 因而就生出來 你只要給他足夠的養分 你也沒有辦法阻擋他 除非他自己精英化的問題 他就會從小一直發育 發育到他 現在的知識到時候 十五歲到十八歲之間 大概所有的人都成熟了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概念 所謂成熟指的是什麼 是包括腦袋裡面的神經連結 所以我們現在的人的認知 在形體上生命的歷程 是從受精懷胎到十八歲 所以每個人到了那段時間 就要進入社會 開始磨取自己的生活 對不對 在這個我們的觀念 在這個之前你還在學習嗎 在爸爸媽媽養你 我講之一般 所以等到你畢業了 那你就開始自己取生了 這個觀念到底對嗎 我可以跟各位說 我現在的認知 它是不對的 其實人的生命 如果我們去看佛書 佛說佛性是什麼 佛性是人人聚合 既然佛性人人聚合 那佛性怎麼表達呢 佛性怎麼表達呢 在外帶行為說 這個佛 我們說是修煉聚佛 佛一定要有人 就要用非常理智的說佛 是一個通透理解 因為佛就是 有智慧了解人生 就我這個搞科學的人來講 總要有一個東西來驗證 驗證是什麼 神通 六通 既然人人都有佛性 照理講起來 人人都應該有六通 但是六通怎麼修呢 修佛怎麼修呢 修禁 不管是道家儒家 國家都是修禁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也就是修禁 我們剛剛不是講 嬰兒你不用逼他 他就自然長得十個月還會生出來 小孩子你給他飯吃 他就會長大 修禁就會通 只是我們都不修禁而已 因為大家都不信 那如果修禁症會通 什麼叫生命的禮程 又表示我們在 假設我們用一個數字十八歲之前 這個外型看起來架構好了 其實這個生命還沒長得好 我們如果有機會進 那人是不是應該要得六通 是人人該有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 那人的生長應該是 形體做出來 它的目的是 讓我們能夠在現在 這個有形的世界 生存下去 因為你有眼睛有六十度 會應對環境的變化 如果環境使你的生存沒有問題 那人就應該繼續發展 發展出六通 那六通裡面最直接的一個是什麼 神通就是出去嘛 各位你們再想一下 中國古代的責任告訴我們 天人和 人如果能夠出去 不就是天人和嗎 對不對 所以完整的生命歷程 照理講起來 每個人生出來 如果你都走對路的話 人最後完整的生命是表示什麼 表示你能夠 猶豫於宇宙之中 你能夠同於萬事萬 如果各位能夠接受這個講話 我等一下還會舉例子 跟各位講 為什麼我會這樣想 這是我個人的經驗 所以如果你們能夠接受這個想法 那很簡單 久德就能夠冠上生命的意思 為什麼 因為你修完九德 因為你修完九德 剛剛我們已經 又花了一段時間 解釋了九德 你們就會發現 修九德 對內 對你的自身 是會產生什麼 靜解釋性 為什麼 什麼叫靜 你如果被死九德 你變成約束能力 你想想看 你能力很強 你卻不會隨便修理別人 你還修理的時候 你還能夠替對方設想他的狀態 你就不會隨便花比起來 你在困境當中還要修練 你當然會控制你的慾望 所以慾望是什麼 慾望是上天賦予這個曲體 你來應對這個環境的變化 是人蒙昧不通了以後 把慾望變成主人 好吃還要更吃 好用還要更用 把慾望變成主人了以後 人又失去了 所以當你能夠做主人 你知道說我要清九德 當然就會約束人 不需要額外的化理器 對不對 那什麼叫減呢 如果一個人真的能夠日日還省 十見九德 當然能夠通本性 我們剛剛都是講 你從小就要開始訓練這位小孩 發揮他的本性 一個人對別人能夠最大的幫助在哪裡 在發揮自己的能力去幫助別人 你總不會說 我也不能扛 也不那個 來我幫你扛 東西一放你扛下來了 變成你要人家幫你扛了 不可能的保持 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人都要發揮他的長處 他的能力強的地方 才能夠幫助別人 那這個 強最好的發展是什麼 就是本性 對不對 所以孟子來講 能夠靜性便能施命 有道理 所以一個人對內 如果你能夠修九德 你就能夠靜檢 靜檢就妄念不起 我告訴你 什麼時候你會發現妄念不起很重要 如果你有機會 如果你有機會 靜坐 你就會知道 每一個人一靜坐 眼睛一閉 兩分鐘以後 砸面溫潰 我可以跟你們講 我的經驗告訴你 那個砸面通常出來的是什麼 就是日常生活不順水的事 或太順水的事 兩個舉動 雜念一分輝你還修靜嗎 你不修靜你就沒有辦法 用天命 你就沒有辦法完成 最後那一步能夠 出去的那個訓練 那個就長不出來 所以 妄念不起 就是 完成最後生命歷程 非常重要的基本訓練 一個人如果能夠約束本性 能夠經理 能夠約束人與通本性 借你幫助別人 你就會發現 對外恩禮 美善恩惟 所以 你不用擔心別人會對你 在現實生活當中 你接觸的所有的人 你都盡量回去幫助別人 還擔心別人對你的 所以你一個人在那邊 靜坐的時候 你就不用擔心 在你的認識環境當中 會跑出一個正解 對不對 你不擔心 你不擔心 你當然就可以完全的 忘掉一切 進入靜的狀態 修靜 各位 你先記得這件事情 修靜 是我們要完成生命歷程 最後這一段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剛剛講了 久德是什麼 久德是一種心理的原則 一個斷領 只要有一個方法 進入九能的方法 靜慰 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靜慰 前面知道的其實靜慰就容易了 靜慰原來是字 就是剛剛講的 十六字心法 人心為為 靜慰原道心為為 唯一經唯一病之修靜 大靈慰 這個辯論的簽名 不管過去多少學者專家 過去的大路辯解 我們現在的人能夠接受的是什麼 最簡單的辦法 還是套用我們曾經用過的 上網路去查 看看現在的人怎麼講 錫波之所 寫了兩個解釋 一個解釋各位看 愚一 人靈的意念是難以安撫的 道統的思慮是唯妙優生的 想要承傳道統最精粹也 最獨一無二經理的方法 就是信守眾義的方法 各位一看就知道 這個解釋方法 不就是現在所謂儒家的解釋 他的解釋是什麼 精一 精粹 獨一無二的方法 所以方法是什麼 中有 有沒有道理 我們再說 第二個解釋呢 各位看 這個是一個叫做大師四集 在上面寫的解釋 因為太長了 我把它 躍躍 截躍 他說 中華文化經典當中呢 最早的就是新法 早一孔子的人 釋迦牟尼國的新法 叫做十六指定 也是中國最早的新法 唯經唯一的唯字是思維想 所以叫做思維 現在叫做思想 所以思想集中 養精神 受先天一性 一性就是道性 對老子來說叫做抱怨守一 一就是女性 說一者 原是怨慎 就是精神 所以他的精一意思就是什麼 養精神 養原神 所以 在奇謀上 我們就可以看出 還是中國的兩大派 大家在吵 一個叫做儒家 一個叫做道家 儒道二家的肯定 他接著說 後面那一個 我特地把它調出來 為什麼要指中手一呢 因為現在呢 很多人有在講 指中手一 因為中是中國人的 心靈自信 所以 君子 王中 同理 正位居體 美在其中 唱一次之 八一四夜 美之四夜 所以中 所謂的中 他的意思就是 王中 所以王中是什麼 天性的別移 王中的集中點 在上丹田 就是人的中央所在立 屬土 所以色謊 所以叫王中 道家叫黃庭 黃中 直通禮 天人院 所以叫做黃中 所以前面 如果你還看不出 他是道家的解釋法 現在中文可以看出 他是道家的解釋法 直中精一 獨守黃中 就是參悟宇宙自然欲化天地 萬物 萬物違規自然的原理 就是窮理盡性 窮神之化 人的理性和自然 何而為 叫做天人而已 精一自然 精一自然 既然叫做 行九德的方法 他真的一講 對現世人的不敗 十八歲 我們剛剛講 這個是一個虛擬數字 十八歲你就進入社會 所以佛生佛 也能像他這樣做嗎 他就跟佛教沒有兩樣 佛教是平行數源 平行四年 靠大家來共同去修 所以大家希望我替光頭到廟裡面 你們都給我來供養我 希望我變佛了以後回來照顧你 有多少人在寺廟變成佛了 然後又回來照顧大家 把整個歷史翻開 成佛的人有多少 既然成佛的很少 所以推過菩薩人人要行菩薩道 人人行菩薩道 那修佛就變成畫面了 因為你要靠別人講 對不對 這就是為什麼在漢代一直打到明代 道家跟佛家鬥爭不休的地方 你要靠人家養 所以叫做寧佛 皇帝寧佛 所以呢 出家人家裡缺家都可以免稅 可以免勞役可以免那個 到最後 別人都不信你這一套 你說信佛的皇帝的國家就可以滅 為什麼沒有病 沒有勞役 沒有祖母 什麼東西都沒有 全部都是和尚 所以道家就不可能 那不對啊 這管國文給動搖啊 但是呢 佛家又回來想到家 你們修往啊 守著一個爛破身體 DK我們不講 基本上就是 如道 佛三個在很長的時間呢 是鬥成一團 所以如果 用這個方法去解析 那其實 跟我們的現實社會 都不上 這也是像佛家一樣 你要找一個地方去修 所以朱熙的解析方法就很簡單 天明率性嘛 道熙就是天明率性 就是性 所以性就是 折善固執就是經驗 就是朱熙的經驗 折善固執 所以人必須在日常生活當中 折善固執就有修了嘛 那折善固執就有修了嘛 那折善固執就有修了 那折善固執就有修了 從自一看 那沒有完就天明硬死了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一開始 我跟各位的假設是 是人如果盡了 生命的最後那個例子才可以完成 是不是如果毀了嘛 那折善固執 那折善固執 剛過世沒多久 他所謂的維經維一 他說什麼 心念不要亂 萬事要很精盪 聽起來就很像武教 修養方面是唯一 講修養 心靜自己要專一 要是有一點不小心 我們這個心靜就容易 像惡像壞的武藏 所以他照顧的是心 不要讓他放縱 所以他的解釋 是控制我們的心的想法 落在中間 偏如家 但是把修煉看成修行 修行是常生活的可以做 所以如果你們看過 那折善固執的經歷就知道 他是各家都拗 他的解釋你就會發現 他就是落在這個中間 當然你要知道 楊外勤怎麼講 你的習慧 他講的非常多 也不是我們今天能夠解決的 所以回頭過來 你既然要講精英 第一件事情要解決的就是 自己有問題 古時候的人 古時候的人 因為現在用的是什麼 我會違 違 違 在 判代的時候 說文解釋說 凡思也 一切的思想要不要凡思 叫想 荒原諜 荒原諜無為 就是思的意思 所以 綠也是一種思 就是膜 怨也是一種思 是一種欲望 面也是一種思 就是常常都想 這個叫面 所以我們發現 我們發現 在漢代以前 中國人對思這件事情 有各種不同的區分 所以 許本是約 違反思也 念常思的 所以 思 這個後面呢 就是 說文解釋 是柱的解釋 所以如果 我們相信 說文解釋 至少在漢代 對維的解釋 就是思 所以維經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思經 那經又是什麼 經是哲理 經是哲理 我們剛剛一想到經 現在人的解釋 就是經的解釋 馬上一看就不一樣了 所以中國是 從以前演變到現在 意義是不斷的代變 問題是 維經維移 如果真的是 高毫摩提出來 然後不被改 留在書上的 那是四千多年前的幼稚 難怪他還要吵 他需要在生活實踐當中 真正的去解釋 所以要哲 廣運的解釋 是俗也細也 專一也 精 所以你就知道 所謂 現在的經 經道 用的專一 是在最後面 這個是什麼 延伸的用 所以不管怎麼樣 經是什麼 如果在道家 真器 靈 經器為武 這是義氣詞 義 至少 中義 是在正在 經為 經器為武 這個經是用來解釋氣的 是表示 氣中 對形成物 最重要的 那一個部分 指的是氣 是能夠成物 最為經 最為經 為意 各位 現在有一個想法 你要常常去想的是 什麼東西 是能夠成精 在什麼時候被捧到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的經驗 在靜坐當中 你就會 我剛剛不是講嗎 你開始學靜坐的時候 你一進 雜念 昏味 你如果去分析 那些雜念 你就會發現 它來自於你的 下意識 所經歷的所有事 它不是平白跑出來的 等到你花了兩三年 慢慢把它拿掉 把過去的厭去拿掉 它就會 出來的靈域越來越遠 拿拿拿拿 然後最後你就開始發現 你腦袋包出來的東西 是你不熟悉的東西 那個時候你才會碰到 什麼叫靜 那些東西 哪些 跟你在靜當中 你下一步要走的有關 你要選擇 所以很麻煩 孤獨人 講的東西你不去做 你永遠不知道 哪些正義 你就是要做 所以回頭到我剛剛講的那一塊 各位就會知道 我剛剛講 修煉久得 可以完成你的整個生命的過程 它就從你的起心動念 一直到你的心情 它最後就會影響你的決策 我今天的 今天準備的東西 就是這個東西 文字 所以我要回頭來講 為什麼我剛剛會講 生命的完整地層 是用我們的過去七年的經驗 我不是說我已經修得很成功 但是這裡面 我至少去看這個經典的時候 我瞭解到一件事情 我完成一個叫做小週天 我完成一個叫做小週天 跟各位分享一個小週天 這個小週天 我相信各位也都滿好的 其實它最簡單的就是一個 就是慈禁 我想我應該講 我剛開始修裂其實並沒有修裂幾個 我一直完全沒有要修裂幾個 我完全遲遲回來 很想 對我的生命科學研究 沒有修裂 我還是忠情不忘 但是我已經不做研究不懂 我拿不到國家的計畫 我不可能從公庫裡面拿錢來做事業 最好的工具就是我們的身體 在我們的宗教 道家 道儒家 道教的系統 我們的身體 就是我們最好的工具 所以我想要 是 我這個身體 真的能夠 究竟這個生命 其實喔 我在16歲的時候 就有一個經驗 兩年的經驗 會很困惑 困惑四十年 勉強要講困惑四十年 什麼呢 我16歲就起來很環球 練拳 然後呢 我一天到 到書店街 每天都要去找一本 讀書的書來練 所以我很少就看到人家在練氣 練魅加拳練 而練著 很怪 我就按摩 很快我就發現 氣有這麼難的 很快我就有氣 我不但有氣 我不但有氣 我有氣 我死氣還可以死 叫做 意 能夠死氣 你氣給轉 全身轉 我的功夫呢 就是那一種 細節呢 這個沒有時間 我們講 不是講一個經論 最好 最後我停下來 不再練 會受傷 因為練那個氣 我能夠死那個氣 它的驚嚇是驚嚇 你們都還在台北市街道 唉唷 已經快要被難過 各位如果看台北市最早 就是那個地磚 是有一圈一圈的拼起來的地磚 那就是當時台北市政府 用當時最好的 叫做強化 水平去做的地 我用我的氣 我可以把一片地磚 劈成六塊 劈到六分之一的時候 大概這個 我心裡就要想 劈到六分之一 我還是想吃一狀 最後這個 總可以 再繼續劈下去吧 那一劈我就受傷了 他沒斷完就受傷了 後來是 找到一個情人 然後我把他傷了 我再也不敢來氣 因為我認識到一些事情 我對氣不動 他絕對不是我在書上看的氣 所以我可以使他 我可以用他 我可以練他 但是他絕對不是我 生命的氣 絕對不是悶著腳的氣 所以後來我開始 再開始 再開始 實務的時候 我基本上 我是從佛教上 我又想起了 練了半天 我可以跟各位講 這個呢 必須用一種科學精神的理看 我們 科學做研究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 當我要去做一個實驗 因為我不會做 別人做出來 我必須承認別人是成功 所以我就必須去把他 所用的種種方法 模擬做一次 你必須承認別人是對 你不能抱個懷疑的眼光 你必須抱著做 他的結果就是對 然後我要複製 所以我們在科學研究的時候 做化學的時候 我們甚至於 寫一個誠實的化學家 甚至於買 比如說 研 MHL 你在哪裡買的 我在合謂的CN11買的 都要寫什麼 來源 很重要 所以當我實驗都做不出來之後 我肯定就會跑去 會不會我沿用錯了 就跑到 那個人寫的那家CN11店 專門去買那個研來做實驗 為什麼 你要有一個假設 他家那家研很可能 中間就不知道有什麼東西 所以當我開始重新練的時候 我看了佛術看了到處 我唯一擔心的就是什麼 周五 你必須承認古人說 有周五公這件事 那你就要防止 第二件事情 入魔是怎麼來的 你必須承認 確實有一種生物 或生命現象 是寓於我們的身體 它在自然中的存在 所以當我修練的時候 它就會進來 它可能來的是神 神我怕我怕磨 所以各位 你知道我做了什麼事嗎 我把磨點 所有的咒語 翻到最後 最後 翻到一個咒語 叫做幾戒 有個任由就是叫做 幫一擔半擋你 就是幾戒 十萬金剛 神人會在旁邊入 所以 可以知道嗎 我要開始修之前 第一件事情就是 唸咒語 就是唸金剛 就是唸任意咒語 我後來把它說到 只唸咒語 但是我在唸咒語之前 我已經把整個任意咒語 唸得非常多 唸得很久 為了持咒語 所以我最後只持那個咒語 我才開始持靜 持靜 我還有一個願 這我曾經有講過 我有一個長者 腳不能動 我跟他說 修靜啊 他說我腳不能動 還可以逃脫 所以我變了一個願 我要知道 躺著怎麼練 所以我到今天 修靜 不是潘口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 把潘口已經弄出來 持心 所以不是你的身心 是你的心 你的心要修靜 所以我大部分 修靜的時間是 躺 好啦 細節不講 這剛剛講的是兩個要物 所以我相信 基督徒也可以去 為什麼 他應該念之在之 天主教徒應該要念玫瑰經 基督教徒要念 耶穌聖法 因為禁是所有人的通信 你必須念這些神 這些神人 他才會亡 雖然 這兩個都沒有說 他會幫你解救 但是基本上還有 如果真有那麼一個外來的神人 你要忘記 前面一位已經講了很多 我告訴你 修下去的結果 所以說 每一天 我甚至於跑到一個單獨的地方 唯有這一起去欺騙 都沒有問題 就是念經手裡 所以我台中市走遍 沒有跑到一個單獨 台北市我也走遍 靜動 要平安 這一點 我們也有機會練在談 這就是為什麼你們需要練拳 因為你不可能像我這樣 整條街走 我會這樣整條街走 我不是靠練拳 還是剛剛安逸一點 一個殘廢的人 他不可能練拳 所以我是下了一月 但是因為我有一個腳 不是殘廢 所以他需要運動 他不運動 你就天天靜 我告訴你 結論是什麼 結論是一指小指 你天天持靜 不運動 最後就是一指小指 然後鼎力又越來越長 完全定證了 達摩祖師到少林寺的介紹 達摩祖師到少林寺的介紹 達摩祖師到少林寺的時候 講的就是這些 修道人每一個人都這樣 快死 所以他來教少林寺 所以在你沒有得到之前 你就是要被這個身體處理 你就要運動 最簡單的運動就是那個群 他的動量夠 他的承重運動 那我們是因為我 曾經有練過 我覺得我的身體素質還不錯 而且我有剛剛那個語言 所以我是用手取代運動 這樣子走 然後呢 很壞的 我跳著講 因為我不可能把睡覺的氣 給高雄動力 講不完 很壞的時候我發現 半夜三點 氣來 一開始你感覺到了 我感覺到了氣 非常像十六歲的時候我做氣 我練五術的氣 因為都是正德 沒有辦法去 但是它不同 不同在哪裡 因為過去我練五術 想氣 一想就來 要要在手就在手 要在腳就在腳 可是 是 我這一次修靜的氣 一來是在頭 而且是在流霧的內褲 從開始就是這樣正 我告訴你 一年之內 我了誤到一件事 沒有人教自己修道 用我的方法 精術去做 絕對危險 修靜的本身是安全的 但是如果像我這樣勇猛而靜 是非常危險的 為什麼 因為我很快就發現 譬如說我今天 3點 氣來 開始感覺到氣 要做 五分鐘它就沒有了 情況要氣得那麼短 自己實在是它也沒本事了 硬在做 它又來了 告訴你 那一天 頭痛一天 那一天就頭痛一天 而且痛得非常難過 所以 剛開始學會一件事 今天來了 乖乖的 來過了 來過了 今天不能做 我開始的時候有點虛弱 一天只能做五分鐘 我已經五十幾歲了 我什麼時候都可以 得到機率 這中間又出了很多事 我不講 我上來舉行 我曾經頭痛 我在很驚到的時候 我曾經 整天的幻聽 那個幻聽 你看 一開始有那個幻聽 以後你就知道 到處寫的是真的 我曾經用我們的研究作 有四個字 大 大應犧牲 很多人在那裡解釋 大應犧牲什麼意思 我說 你練到這個地方 你就知道 那四個字 大應犧牲 就很簡單 為什麼 我很多 整天的話 聽到的就是 吸吸吸吸吸吸吸 一點都不奇怪 就是吸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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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這個世界上的腹道經吸引到很多人 變神經病了 身體出問題了 到處流死了 這可能就是所謂走火不入的一部分 我還曾經整個肺體差點掏出來 非常的不舒服 曾經這個腰汗斷掉了 走非常多的折磨 但是我仍然是不斷地找它的可能性去穿 好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慢慢的我就發現 來的地方不是只有腹道 有時候在胸部有時候在背部 可是它有一個 一開始一年之內得到的一個 通者 它在這個中整線就是任督而來 上方想像 有時候講有時候 歸納不出力 他今天來了 比如說在哪裏 他只是在那裏 他有胃壞 幾天一段他在這邊來了 他就在這邊 他就在那裏 他有一天來了在那裏 盤子在那裏 然後呢慢慢的發現 他的時間開始拉長 剛開始五分鐘 後來漸漸就有做到四分鐘 然後再來慢慢的又發現 他的強度是受到白天的活動影響 因為我剛開始就知道 一天各位曉得我到台中去 獨居也不講話 整天都有講話 七天 然後呢 不知道只能做五分鐘 十分鐘 那一天做完了 能做什麼呢 我剛剛跟各位講 我們要把心清掉 所以我只看到數 我只看我多數 只看我多數 其他人都不看 電視不看 手音機不看 不想雜事 慢慢的靜坐的時候 那個雜念 就開始安存化 開始丟掉 開始進來的東西 變得越來越緊 這樣搞了一年半年以後 啊 唯有一天花錢 原來是這樣啊 一個月三四天 他有五天不來 就是月亮完全不見的那五天 二十八號到初五下 其他的時間呢 就從回雨開始 正好輪有三十天 突然 啊這不就是小周天嗎 一直搞了三年 我中間走了很多冤枉 搞到三年也有 我大概 最後幾個月我已經知道 他每個月都在 都會 一直要進 他都是晚上三月 你們再回去看 上書 你就知道 原來儒家就是修道 道家是自己跑出去的 中文古時候就在修 我們二祖先就在修 為什麼 三點要印 你們看看 印的上面是一個 房子的帽子 我們現在寫好幹 其實是一個帽子 下面是什麼 下面又是一支劍 甲骨文裡面那是畫一支劍 兩支手抓著他 所以三點道就來了 接著你就會發覺 哦 修道的人說 子母保密 因為你是子母開始 子時開始修清 到不來 你要搞到三點 通常這兩點半就有 慢慢慢慢慢慢有 所以是修清 不是被弄久 當然我剛才有講 跟你那一天白天的活動 沒有 白天還是會社會 我們會 哦 有展覽去看一下 畢竟是那個時候 有沒有想到 我也不是 躲到山裡面 我是在前世裡面 凡人兇 所以是搞了三年了以後 有一天晚上 那是很精神 有一天晚上 氣滿了 在頭部 大概就十五六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非常吃熱 我一輩子覺得有點氣 氣剛開始是在頭部 然後越來越強 那時候大概已經可以 起動 大概可以伴著 三年才伴著 一開始最後五分鐘 一開始在頭部 我就看著它 這是我三年來修靜 學到的一件事 絕對不要去動它 它自己也動 然後 很奇怪的 我就在一個 不知道什麼任務的狀態的時候 我的會音開始動 氣氛在兩塊 一個在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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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想一下 今天我踏死 為什麼 氣氛陰陽 氣氛陰陽 那一天 我在這之前 念了道書 念了好幾次 那一天一定會化成一件事 心裡有數 叫做龍乳鬥 那一天要日月合 完全放輕鬆 躺在那個地方 然後頭部的氣肉往下走 肺音的氣往下走 走得非常慢 我剛剛會練講 在那個之前 我所有的氣都是不動 它就是在雲底 但是那一天晚上 那個氣會動 順著 中著不屑 一個往下走 一個往上走 一直到這裡 胸部的時候 兩氣相交 我告訴你 你知相識 哪有寫得那麼美妙 那氣一結合了以後 我告訴你 整個胸部到腹部 像石頭一樣 奔住了 氣都喘不過了 我告訴你 我誒 我念書沒有念好 整個氣都喘不過來 他就喘呼吸了 我心裡在喘 誒 往好的想 要大定 要大定 後來我要回來 白天的回憶就燃出國安身家 到處上面寫的 就有人在定幾天 呼吸就停掉了 叫做心脈呼吸全部去天 七天 有人是在這個時候被拿去燒 因為沒有人知道大家寫不到 家裡有人以為他死 我不是 我不是 我不是這樣氣都沒辦法傳過來以後 我隔了多久 那些微的氣慢慢慢慢慢慢又 開始呼吸了 我好長的一段時間去 你在說 這會不會我修練的不夠 不然我應該定 所以那一天晚上 那一天晚上 完全印證的道路上 小周天修到最後 是蒙虎鬥 那到處再下去 就所謂的 楊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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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們現在會談 或是講到 因為這個是我 一個完整的經歷 我可以跟各位談 後面你真的做 會怎樣自己想 所以在道書上 我們看到 是古墾的經典 不是禮盒 第二 我是太盡氣就為他 就是我剛剛講的 人的生命的發育 他最後他是自己還有後面的步驟來去做的 就像嬰兒 今晚結了都類 他自己就會長大 你只要心靜 他就會 心靜只怕受什麼感染 就是被你日常生活的殺死 感染 就是你一心靜還跌半七八糟 哇 昨天那個誰拿到我五千塊 說要往我到現在還沒有到他 日常生活的人 就是你 所以我現在 以我現在的信派 我完全相信 人死活 就是你 佛說 佛性的人圈 那他不需要日常生活 他是被人家後面 還是要先進去 我們日常生活的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講 我現在的體悟是 對不起 我的孩子要在認識街 你不在人世間修 而只修盡 你會得神通 我現在還蠻肯定的 你會得神通 但是神通會害你 為什麼 因為你有神通的 你只要像我們一般人 有錢人就會對別人以死氣之可 你看我們郭董 現在講話都康康眼神 老子有幾百億人 你講什麼話 你拼得過我嗎 所以一個人你如果有了神通以後 沒有人鬥得過你 你就變成太上誇張 剛剛在嘴上面就是講 你的心就會這麼二 你必須在得神通之前 在人世當中慢慢去磨裂 我剛剛有講的 久得當中能對上能對下能對下能對弱 你才能夠看破這個世界間一切的情 你才能夠瞭悟自己所有的慾 當你得了神通 你才會知道 那只不過是生物當中 該有那種信通 你不會拿神通去回惡你 人如果不經過 人是磨裂 有神通 十個 十一個會回惡你 這是我 一輩子活到現在所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的是什麼 我們如果要嬌俏 我們就要讓他們從小 磨裂 回到剛剛我講的敬意 所以各位 你們有沒有想過 我剛剛一路過來告訴我一件事情 什麼叫一 一是變動 你在不同階段的時候 你需要一次針對一個很單純的狀態去處理 所以儒家教我們的不是一個一成不變 而是你必須每一時每一刻 都抓住現在什麼事不行 那個叫做異議 所以你看小孩子 我們在六十元你會看到 家教做得夠的小孩子 收拾粗話乾乾淨淨 收一收 大家都 然後你要看有個小孩子 拿了一個道具一轉蛋 整個就喬到沒的 那個用到沒的 整個的時候忘記拿這個東西 對不對 這什麼叫小孩子 小孩子第一個 你要慢慢快樂怎麼學習 所以你要每一分鐘 你要有一個人的媽媽 這就是過去的責任 丟著他 綁鞋帶 鞋帶怎麼綁 手指頭都還很多 慢慢綁 綁 是綁鞋帶嗎 不是啊 鞋帶綁的綁 不是 帶不到綁起來 當過病的時候把鞋帶 弄過綁 就會掉起來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綁一個鞋帶 從他開始 學綁 用手指頭 到把鞋帶綁好 到他長大的時候 他鞋帶 他可以跟別人講 便好 綁好了 以後那切都會掉 這個過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更何況 更何況 你要出門 你要帶這個工具 哪有工具 工具要放在哪裡 做的當時就定位 每一件事情在做當時 就沒有後部之一 那是非常困難 所以從每一個小時 一件件的去訓練 每一個都要當成的意 這叫我的靜意 所以等到你把人事都了得 像我這樣回來實靜的時候 你在靜中 你就開始發現 你要 這個東西是我要做的 這個叫做靜 當你氣開始被動的時候 你知道氣 不耐心 不耐心 種一種不同 那是需要分辨的 你不會分辨 就會像我一開始 就是我吃了很多 什麼苦 譬如說我開始有半天 剛開始好舒服 有一天呢 半天來了 好棒喔 這樣很苦 我住三個 剛才很舒服 做一些有化 唉唷 今天鳥子有這麼多啊 白鳥齊女 起來 什麼鳥女 換金燈來喔 啊 好聽得不得了 就是那種名 千層二五秒 叫什麼 越叫越攤 趕來只叫五分鐘 十分鐘 到最後就是我剛剛跟各位講 行行行行行 白天你跟人家講話的時候 你只聽到夕陽 聲音大到來 如果你進入到那個狀態 你就知道 你的心是穩定 你真的有 我不敢去找醫生 因為我知道 他是這樣 因為我看得到處 但是我不知道 我的下場會進行 在那個歷練的過程當中 我不知道我的下場會進行 但是我知道 如果我去找醫生 醫生一定會給我持症歷經 那不是醫治了我的神經原因的發展嗎 我寧可吃命 你跟我太太說 命每個就算了 這就是我今天要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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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有一天 我就發現 慢慢的心在變 晚上慈敬他就來 白天起來 開始做事像現在 跟各位講話 他的聲音都會出來 可是我晚上 一開始唸 我噴了 你哪個我都是 嘻嘻嘻嘻嘻嘻嘻 所以你不要在實境當中去檢選 你的心態 檢選碰到的事 那個是你必須如其盡的這個問題 就唯經 不做 絕對不會知道 所以 回到我剛剛講的嘛 我們是失智 我現在也知道 你如果吸不到 每一天我的腦袋裡面 那氣這樣在這邊 不會失智嗎 血管保證是通膽會得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修道 他後面有很多東西 但是 對我來講 現在最重要的是 他 我開始找到一條路 我認為 可以完成生命的方法 有可能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你們現在每一天 願意回去 把二十人都敬佛 你可以慢慢敬佛 你可以慢慢敬佛 不需要向佛 因為我是正 天都在主 所以有那個 給我的不同事 所以我相信 佛教的修法 修信 修信 也要有保護 但是它是純粹不對 無形體的生命 但是到家的修 你還要考慮一個生命 可是以各位來說 你們還在上班 回去做進座二十人都完全信不信 那西方現在已經投了很多錢下去做研究了 你修了八個月 八周 你的免疫系統不進座創生 你可以開始少一點去看病 和樂不遠 但是我相信你每天做 每天做你的內部的發育 又越來越另外一種發展 就慢慢地成功 等到你要退休人 有了足夠的錢 可以來修的時候 你可能又不需要向佛 這麼痛苦 趕快就進入狀態 因為你已經累積足夠的發育狀態 我認為那個發育狀態 以我現在的科學知識的道理 那就是神經洩露的成果 所以它行為一個信的活動 它絕對是那個活路的信的活動 而這個時代 在佛陀時代不用現在的自私去進行 那就是另外一種形式 今天講的國際道理 謝謝 謝謝張家壽 今天給我們指點了很多 我們這個凡天的凡人 更有一番這個處事之大 在這裡給您剋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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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好了 大家可以回家了 好 可以 請